這個在最近台南的這個重電案 非常的佩佩洋洋 那這個麗洋能源總裁古盛輝 他是在台南搞出所謂 有一個大偏資的公司 然後在台南就投資大概200億 搶下大概287公頃的這個光電土地 那因為原先他們所謂用的這些地 都是一些可能是不良的 這個所謂田地或是餘溫才重電 他們現在就發現 當地的住民就發現越來越誇張 就是連一些是可以造的 正常的來這個種植的這些土地 都一萬都會拿去使用 甚至還逼近民宅 那大家其實就是說 這間公司不只他曾經就是一個綠油油公司 他曾經寄生在新竹市的民間大陸 然後從這個原本資本大概只有10萬 到後來變成了8億的公司 然後還能砸200億來 這個等於說接下這個光電的這個案子 是不是非常的離譜 你從你的數字就知道當然離譜了 那就是民進黨 他號稱發展綠能 沒有人反對綠能嘛 但是你這樣的偏激的激烈的 一處想要登天的 一步登天的發展的方式 就讓很多的罪惡 在綠能的大帽子之下在那邊蔓延嘛 沒有人敢綠能變成王牌一樣 沒有人敢阻擋嘛 不管在海上的風電 畫海為網現在講 只要這塊我畫的就是我的 誰敢 誰敢反對他 經濟部敢不核准嗎 內政部敢不核准嗎 他牽涉到海防 牽涉到陸地 牽涉到經濟部 你們敢不核准嗎 所以不敢不核准啊 那光電也是這樣啊 選舉的時候我跟侯友宜去台南 上面說什麼魚電供生 供什麼生啊 這個電生魚屎 電生白蝦屎 電生蛤蜊屎 都是這樣子 就是說你 今天用電講就是平衡發展嘛 屏東 我到屏東去 屏東 一座這個核電的機組 它有兩座嘛 一座核電機組 一座核電機組的發電量 可以從屏東拉光電板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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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台南 發的電才等於核電的一座機組 我常常就想說 什麼意思嘛 你幹嘛把台灣搞得這樣滿目瘡痢嗎 綠電當然重要嘛 怎麼會不重要 但是 你不能其他的電 核電你通通不要 然後你發展綠電發展成這樣的狀況 迫害國土 然後上面都是這光電板 然後呢 又那麼多罪惡 嫁你之名而生 對不對 真的光電光電 多少罪惡嫁如之名而行之 現在就這個樣子嘛 有關於這個漁船案 然後我們現在兩岸協商 11次都破局 都談不了 那你覺得是不是 有點緊張 唉 就是說喔 我們這樣想喔 換位思考啦 然後這兩個死掉的漁民 你們是台灣的漁民 我們台灣會 會怎樣 會覺得 多麼可惜 多麼 惋惜 多麼遺憾 但是現在人家也是這樣想嘛 所以你 今天我們講一個警察 這一個車 停下來輪攔檢 車子跑了 那有兩種 發生兩種狀況 三種 一種是跑掉了 一種是警察開槍 我打你輪胎把人打死了 我打輪胎我怎麼知道打死人呢 這是一種 第二種呢 我沒有開槍 他自己撞牆撞死了 這時候 警察當然會怎麼樣 一定會先表示遺憾啊 哎呀很抱歉啊 執法有沒有過當 再怎麼樣也是人民關天嘛 然後再來看執法有沒有過當 這你第一時間 表達歉意 這是人之常情嘛 連這個都不肯做 就 就很奇怪嘛 然後接下來再看說 船到底怎麼翻的 到底是我把你撞翻的 還是你船本身 呃這個 他的設計有問題 所以重心不穩 翻的 到底怎麼回事 然後再來究責 那是第二步 但第一步就先 表示遺憾跟歉意 這是什麼問題 這 然後再來談賠償該怎樣 賠償又跟責任有關 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一步來嘛 不要牽涉到太多的政治 他就是一個 他的船來我們這邊 是 他先不對了 我們海巡執法 也是應該執的 但是 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結果 那把這個原因找出來 我不覺得這個有那麼困難 現在搞得太複雜了吧 那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有請問這個 夏立言跟宋濤見面 然後宋濤有說民進黨政府是草菅人民 然後夏立言就說會幫忙敦促民進黨政府這邊 那怎麼看夏立言這個說法 因為今天綠文就說 他就好像在幫中國來打壓台灣這樣子 第一個 他是客人嘛 所以你跑到那邊去 他要看台商 結果 我不知道到底為什麼見了面 他本來並沒有打算見 但是他也說這個 真的要見他也不排斥了 那另外就是 我在講說 人死為大 人命關天 再怎樣 他們死了兩個漁民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你要他講什麼呢 那當然就是 就是 我覺得台灣我們也不是故意去草菅人民 一定不會 我們的海巡人不可能故意去把人家撞翻 把人家弄死 就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大家這樣想怎麼可能呢 那就不幸死了嘛 不幸死我們就像我剛剛講 我會搞清楚嘛 我就好了嘛 然後我盡量搞清楚 就責賠償 我們該做得做啦這樣 所以 可是因為民進黨這個態度啦 就是說你 你這樣這樣子 我就講嘛 你就 就是 道歉 遺憾 然後我會究責 就這麼簡單啊 對不對 今天如果他幹這個事情 我們 假如說我們金門的漁民到大陸去 他的海警 然後撞了我們的船 我們的船翻了 然後死了兩個人 我們要求他也是這樣子啊 你首先你要道歉嘛 然後再來就是 怎麼回事要搞清楚啊 查原因 然後就責賠償嘛 就是這樣 放中四海就是這樣解決 解決的步驟嘛 我想問一下就是 之前一直有在提藍白河嘛 但2026年的地方選舉 柯文哲他們提出了一個 N加1的計畫 然後全力搶攻各區的議員 那連地方縣市首長 他們也可能就是想要派人 那讓國民黨也備受挑戰 那會不會擔心說 重演2024總統大選這種悲劇 一個擔心也沒用嘛 民眾還是一個政黨 還有他的主體性 那最壞就是2026、2028 各自去選 你選你的我選我的 最壞是這樣 所以我為什麼一直主張說 藍白應該合作 國民黨表達一點善意 至少將來可能可以有一個 談的機會嘛 譬如說哪些地方 我們就做民調嘛 哪些地方你會贏我 你派人去 哪些地方我會贏你 我派人去 不要搞得兩個人在裡面 搞得兩半俱傷 這是最理想的狀況是這樣嘛 最壞的狀況就是 各自為政 那我們現在要鋪陳一個環境 說將來 能夠有談的機會 有合作的機會 就是這樣子 真的不成也沒辦法 那就拚啦 那怎麼辦呢 對不對 那大家只有拚嘛 選舉是這樣子啊 拚啊 那 能夠合作當然最好 能夠談最好 就是這樣子 我已經沒有什麼其他的選擇 我剛剛問一下說 那有關於這個陸配的問題啊 因為陸配就是 可以被我國的那個身分證 從六年改為四年 那民進黨現在在阻擋 那您怎麼看說這個陸配的權益受損 我覺得民進黨不需要阻擋 最早是八年嘛 八年改成六年 那八年改六年 那就可以改成四年啦 你說他會變匪諜 那六年 就是 六年就 就不會 四年就會 不可能嘛 他如果真的是匪諜 替 破壞我們的事情 把他抓起來就是啦 絕大多數都不可能 你嫁到這邊 或是在這邊 娶了台灣老婆 就是好好想要做你一個台灣人嘛 你要信任他們嘛 民進黨老是不信任人家 都把人家看成 這個 好像就是間諜一樣 你自己先跟那個就隔閡了 看台商也這樣 看僑胞也是這樣 所以 不平則民啦 不要有差別待遇 其他的外配是這樣 陸配比照同樣的辦理 至少是公平的 我覺得 民進黨真的不必那麼在乎啦 那四年 觀察也夠了 你要搞得好 一個人有幾個四年啦 對不對 至於健保 有沒有更開玩笑 都很年輕 他用你多少健保的資源 就跟那個 陸生一樣 弄了個半天 其實人家還是倒貼賠錢的 所以我是覺得 這是噸詞啦 這是理由啦 藉口啦 好不好 董事長 不好意思 還是想問問一下 就是現在凱南這個光電 黃偉傑都會傳壞 那就陳凱南來說是上級交辦 他爆不了 那董事長您覺得選後才查辦 這件事情 怕水落石圈 選後查辦就是 就是怕選前 這個影響選舉嘛 這什麼事都選後嘛 那這個當然就是 顯示出來司法的 司法的 選前就把周點論都壓起來了 選後呢 才約談黃偉哲 你告訴我 這個差別待遇是怎麼回事 對不對 那另外一點就是 那個陳局長說 還有上級 那上級是誰呢 那不外就是市政府秘書長 副市長 市長 甚至 再往上走嘛 行政院嘛 查個清楚啊 到底是誰啊 問陳凱林啊 也叫他 叫他變成污點證人啊 對不對 往上去 把最上面的咬出來才對嘛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何外的折扣 請下個數字 關心 請下個數字 明天 請下個數字 斷著 句話 重要 可不議 好 請下個人